听说亚洲人才研究所留考小班课要开课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切努力让这本科目变得不在乱无聊 让大家轻松的学习文科数学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们说到咱们这个文科数学的内容 我们教学内容是完全按照有考的真题 还有台湾的好办进行系统的教学 然后教学重点呢我想放在基础文章之上 接着说具体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为六大章 第一章是数语试 第二章二残数 第三章三角函数 第四是图形的性质 第五章是大家都非常害怕的 场合的数还有概率 第六章就是最后一章是数的性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教学的形式 首先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 一共有六大章 我们每一大章呢都会首先进行对支持的系统讲解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基础的计题 对方的支持进行鼓固 说话给它理解 第三步呢我们会开始挑战流行的真题 还有网问题 最后呢我们还会再进行一遍 支持点的不一样的真理 以上呢就是我们文科次学的基本教学绪式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因为 不太熟悉这个文科次学的套路 或者是因为基础脱落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我相信呢只要大家请各教学步伐 这一定会有进步的 在这过程中呢我有会尽此理所呢 为大家提供所有的帮助 那么在最后呢我想根据自己的经历 为大家送上祝福还有鼓励的话 因为呢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可能我们需要经历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难 但这个时候重要的是 不要立即自己的努力 要敏感地面对自己的困难 这样才可能变得能够的能力 从我们连过 我在亚洲人在研究所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亚洲人在研究所 负责留考英语托福班的长思研 就等于早高田大学亚太研究科 现在是休十二年级 我知道很多来日本的同学 都非常的抵触英语学习 但是呢托福成绩 又是你想要申请个好大学的时候 不可过去的条件 所以我们的英语托福班呢 会根据大家的水平进行调整 英语基础班 我们会涵盖到小学初中高中等等 所有的必备的语发点知识点 包括词汇 希望能够不仅仅是帮助大家考试 更能对以后熟练英语英语有所注意 托福的内容 会从听书读写四个角度出发 逐个进货 帮助大家去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 关于给大家的技遇 一个好的英语的水平 不只是可以为带来一所好的大学 更能对你未来发展来的人生有所帮助 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好好学习吧 大家好 我是亚洲人才研所当中 担任日语跟中国科目的高老师 现在就居于千英艺术大学法学部 日语中的学科 不光对于留考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相信对于大家将来 在日本大学当中的学习生活 乃至于将来的工作当中 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 而中国科目来说 其实就相当于大家 在国内文科当中会学习的历史地理 再加上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 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 我们亚洲人才研究所 会为不同基础的同学 提供商量的帮助 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快乐学习 我们日本见 なの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